人生实在有太多东西要选择 我们每天平均要做70个琐碎的决定 每个决定平均用我们八指到60分钟 就好像每天起床要决定着什么衣服上班 吃什么早餐 吃什么午餐 下班之后去做gym 或叫朋友happy hour 太多太多 太多东西要选择 所以投资理财 我选择富昌金融 他们的一站式投资服务加上专业分析 令我踏出的每一步都更接近我的目标 选择富昌 踏你所望 大家好 各位早晨 昨晚美股方面算是不太大波动 三大指数里面算是微升 升幅介乎是1.2至1.3%之间 昨晚早段少少上压 但后来都可以 主要是因为昨天的商品又升了 而我们看到最新的油价是从上升到100以上 最新是104元 金价也是反弹了 去到1,941元 这里就显示了港股的情况 昨晚美股这样的状况 我们看看现在的走势究竟是怎样 稍后来看看港股的开始情况 因为昨晚大家都看到那些中概股又回落了 如是港股应该是会低开的 昨晚米连续三天大反弹 美股就连续是三年羊的一个情况 这几天 三大指数都升到超过1% 前天美联署加息 是不是加息就反而 1-2个或者也不是加得急剧 加25个点子 因为如果你根据那个点阵图 根据现在的市场的数据预期 大家都在预示年尾 加到差不多2个点子 今年应该也有其中一次要加0.5个点子 有机会是 大家在说 鲍威尔是不是在拖延时间 不想加太急 我觉得这个就很合理 因为上年 有些人说是他的政策误判的 我觉得是因为 其实你去硬 你用货币政策去调节 是不要用得太猛 其实也未必是真正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是供应链的问题 我们看看昨晚的情况 算是收涨 延续这个声势 如果看现在的美股 基本上三个都差不多 纳指当然就比较波动大一点 而且这一期来说 在加息的周期 都是跌得比较急 就是三个都比较弱 我们由这个1月拉出来 这个下降位 其实暂时是在下降位那边 正在试试的 如果他要继续 突破到这条线 这个1月拉出来的这条线 他都继续突破了上去 其实才是一个 会去想是否转勢的机会 我想大部分的大盘的股份 都是 类似的这个状况 从科技股来说 但美股虽然科技股 这期都继续是收压 但有不少是跑赢的 你看到 BRK 还是破顶 创新高的 他们这一期 就是其中一个 很主要去买的东西 就是 就是油股 数字OX 大家都看到现在的新闻 就说巴菲特 今个星期就再买了10亿美元的 西方石油 次股已经达到14.6% 在这个这么破顶 创新高的时候 其实他还是有继续去加仓的 今个星期 星期一至星期三 都还是有加仓的 根价是54.41 这个就令到市场是很关注 这个消息 不断增加 而且因为巴菲特 出名是价值投资 甚至来到这个高位 其实他还是愿意去加仓 令到很多省户友去跟 或者参考他这些操作 现在来说的确不是在一个 我们刚才没有开定眼 这个OX 我们现在就开出来看看 他其实是走得很急的 其实这一期 甚至油价又下跌的 穿回100 其实他的回数幅度 我们可以 熟悉一下这边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你会看到WTA原油期货 那边 那边 那天打下来 首先是已经很急升超卖 以及在不同的一些消息 譬如 油造增产 以及美国又赚了委内税 这些稍微舒缓了通胀眼 你的家 这些稍微舒缓了通胀眼 你家的油价 便下得很急的 西方石油其实也没什么下跌 甚至是大约最近参考的 如果你说有货 或者现在想入 就应该用这两个指赚指示位 52.28 以及51.03 另外除了看好油价 油股就是你投资的公司 如果你想看好油价 不是选择哪间公司的 这边上次前几天 他虽然这样打下来 究竟会不会重上100呢 我偏向看得好一点 他的上升轨是没有打破的 如果你用这个趋势 在交易的角度 其实他没有打破到上升轨 还有现在一些困扰着 或者令到通胀那么强劲的因素 其实是未解除的 只不过很多时候舒缓一下 暂且放缓 但是暂时 那你如果是一些油的 不如看看今天那些港股 一些油股 还有我想说一下 可以看一下油股先 因为你说如果是看油价 那就是一些原油的ETF 那这些就 油ETF就是港股 美股也有的 那就是883 现在出的例子 如果你说这样对比起来 你看到 刚才不是说 在乌士 其实油价穿100个市场 其实它很硬 跌幅也比油价少 但是883 其实下个跌幅就比油价多 但是如果你是 假设你是 即是一直都 吓你不走 那现在呢 你看到它 找到一个支持仔 8.9 那就用这个8.9 来做防守位 那这个就要看回 公司的情况 独立体 就未必是去看油价去做 那如果你说是 最终原油期货的ETF 那就是由3175 3175 曾经有一个轰动的历史 如果大家记得 就是富油价的时候 它就去转仓 转仓 就是由近期转到软期 因为当时有个软期高水的问题 它就会跟投资者 由近期转到软期 就令到那个 那个 蝕福 就是一下 它突然间转到软期 一下就蝕了一半 令到那些投资者 但是 如果你说 在他们的基金经理的操作上 我觉得都是 是一个合理的做法 因为不然 它再跌到负 那 就 因为 因为有再跌到负的危机 如果它不去转远期的话 但如果你说 当时 其实有另一只 就是港股的原油ETF 那这只 转得比较好些 因为它 分散些 因为油价有近期 有远期 那个 差价会大些 你相对比 油价始终是波动一些 那 3090 之前有 请讲一个对比的图 那现在不更新 就是 你对比 几只原油ETF 那 港股里面 这两只 3097 是比3175更好 但这些 你基本上 如果你要看防守位 的话 那当然是 以个旗 这个旗 这个旗 以个旗 旗油为准 因为它是追踪旗 旗油的ETF 那你那些 譬如 指涉指赞位 指涉位 那就都是 看回旗油那些 近这几 哎呀 近这两个底 这个实价是多少呢 前几天 他们打了下来 这里 其实这里 这个就是 93.53 用WTI计算的话 那就是参考这些 参考位 就是这样放 如果是一个 油方面的话 那我们就 大家是不是都想看一下 这个港股今天反弹 就是今天 有没有继续延续反弹呢 那昨晚呢 那些中概股呢 那我们开回港股 那些成交的磅 那昨晚呢 那那些中概股呢 就前几年 又不是大反弹的呢 就是 我就 又在这大约 大约计过下 某一些 那 其实呢 很多 譬如富途 算是其中一只跌得金的了 那你富途 你其实呢 但三四成这样升 其实 如果对比二月那里 还是跌着 负着两三成的 对比起高位 其实还是负着八成的 那就在整个一个 好 你看这个走势 就知道 其实是一个 走势 向上来向下 那现在是一个 大势向下 那中间的一些 超跌反弹 就是很多时候 它跌到脱离了下降轨 那是 是会弹回上去的 就是好像你有时 因为升级太急 你都要回回来 那 那昨晚那些 中概股呢 就回落了 那有些跌得很厉害 那 似乎跌21% 比利跌超过14% 那 那现在呢 其实都仍然是一个 很 很急升急跌的局面 很多时候 其实是一些 叫做熊市 大家会这样演绎的时候 就是在这些市况的时候 其实就是一个 最大波动的时候 那 还有因为它们跌到的基数很低 所以反弹起上来 那幅度其实有时就很大 但是都真的 完全没有回到之前 不要说回到高位了 其实二月的高位 都还没有回到 那 那 所以这一方面 如果你是博这些反弹 就要小心一点 尤其是如果已经 几成几成 连续急升了一段日 那 现在呢 外围那边就暂时 因为之前在观望 美联署的议色会议 那 说话都大致上 不是太过惊吓 那 大家都 叫做OK 那 事务继续因为这样而下去 现在就继续关注俄罗斯 烏克蘭的局势 那 前几天 就说 全出 就有机会是 就是和谈 就说 全出 就取得重大 的进展 那 俄罗斯克里务林工方面 就说 这个有关乌克兰 谈判 取得重大进展的报道 就是错误的 那和乌克兰 达成了明确的协议 就可以迅速结束这场危机 就说 那俄罗斯那边就说 俄罗斯的代表团就准备进行24小时的谈判 但是呢 几乎就没有那么热情 那 乌克兰外长就说 乌克兰就准备继续外交努力 停止俄罗斯的军事行动 这样的 那现在呢 在这个制裁方面呢 最新就 美国终于通过了 取消俄罗斯的贸易最惠国的地位 那另外呢 俄罗斯呢 其实就被国际法院 就要求 终止他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那他就 对于这个裁决呢 他就 拒绝了 那 就 基本上 他们就说 现在其实基本上 这些战线就暂时停滞了的 据这个英国军事情报机构的消息就说 那 现在呢 美国就要制裁俄罗斯 那他要解释其他地方的制裁 那其中一个松了绑的就是 委内瑞拉 那伊朗那边都在谈的 伊朗外长就说 伊朗的谈判呢 但成最终协议 就要美国 采取 采取现实行动 和 不再节外生枝 那态度都 都比较强硬一点 那另一个要担心的问题 就是 为何俄罗斯 或者乌克兰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这件事的影响这么大 比起近这十多二十年的战事 影响大 首先 规模差很远 那 和本身这两个地方 尤其是俄罗斯 其实是一些金属原材料 能源和农产品 化肥的出口国 那 还有一个就是 现在呢 他们搞到制裁 搞到他努布大 就有个担心有个债务危机 那 现在最新就收到钱了 那些债券的持有人 那 就说俄罗斯的债券持有人 就收到3月16日到期的一个债券 至少暂时 暂时 暂时这方面 究竟他会不会还债 还是他 因为之前在说 他会不会 硬要用努布还债呢 你的努布现在不值钱 那 就被指是 如果他硬要用努布 其实就是 是违约 那现在 起码就 他真的 还到 即是还美元 那 港股刚才低开二百多点 其实低开幅度不算很大 比起昨天的那些暴力的幅度 不过呢 都要小心 低开之后 向下的沽压 那民生指数 现在是跌近三百七十四点 暴二万一千一百二十六 那二万一千一左右 其实就 挨近在大约之前 那个 算是之前参考了 之前 这个三月十日的顶 其实就是二万一千一 昨天算是 叫做经历了一个震动 算是站得稳的 那现在这个 就是第一个 看的 首先是否可以 连续第二天 站在二万一千一千 还有现在 去到迫近二十天 我想暂时 港股的 如果你说二个行指 就 未太 未太好做一些 方向的部署主 因为现在很大的震荡 其实你 会很容易是有些 比较薄的成份 那就 不太好做了 那今天 榜上的股份 大部分都是跌 Billy跌13% 网易跌7% 融创跌7% 那我们现在去到广告先 然后回来看看大家的留言 好,回来节目时间了 看见港股也继续 是 缩下跌幅 现在都有300 那 埃根300 左右的跌幅 二万一千二百点的水平 现在就是 那 那 昨日呢 这些连续 科技股大反弹 全线出现回吐 美团跌4% 巴巴也是跌4% 京东跌5% 用创跌9% Billy跌13% 网易跌7% 基本上都是整把科技股 其实港股都很受着 科网巨头的波动影响 Terry他就说 2380 业势符合预期 还可以继续持有呢 其实就一样 刚刚我都看着一看 虽然我会说 现在呢 在俄罗斯、乌克兰的局势方面 其实如果说去部署的股份 都是集中有几个板块 能源、农产品 军工就变了这期因为太急性急跌了 相关的这些是会受到影响的 和商品类别 但是呢 这些板块 其实你看到在港股的表现是一般的 所以这方面的部署 会在集中美股那边多些 比较多些的选择 Terry2380 业势符合预期可不可以叫自由呢 其实这个2380的部署 我应该前几天一直都有更新 有大家问开 他就公布了2021年的全联业绩 收入347.34亿人民币的 按年增加22% 但是录得亏损5.16亿 转亏了 比起上一年的顺利是17.08亿 转亏主要是因为去年下半年的煤炭价格大幅上升 令到燃煤发电的燃料成本就大幅上升 每股亏损7分 末期息就派5分 我想首先这个 就不只是说那个 业势是否符合预期 首先第一 营转亏其实是一个很差的状态 大家有譬如看到 譬如当年 都推介美团的时候 其实它是一个亏损型的状态 亏损型是一个很大百分的憧憬期 你可以想象 其实营转亏是一个相反的状态 另外一个 都要看回营转亏的原因 当然 这个煤炭价格大跌 不是公司的管理问题 都有一些外力的因素 但是那个问题就是 营转亏的原因 是因为煤炭价格大幅上升 令到燃煤发电的燃料成本大幅上升 它成本高了 很多时候你看到 譬如纸业 成本高了 其实是一个不利因素 通胀反而是对它不利 通胀要看公司是否利益 通胀要看公司是否利益 是否会持续呢 照现在一个这样的 本身已经超级通胀能源危机 加上乌克兰这样的局势 是令到这一方面更加需求大了 所以是有一个持续上涨的危机在 除非你看一下中央会不会出手 又按一下煤价 因为这些是民生所需的产品 和中国电力 首先那个部署上 因为大家有民态 所以我应该已经有答过 第一个涉纸站位是四个二毫半 第二个是大底 四个二毫半 就想看大底 不想太短线 其实大底是破了的 就是三个六毫九 所以其实是破了两个 指两个要走的位置 其实出了两个估出讯号 喊它总算 如果你喊得住 三个六毫九 应该是在3月15号 港股最低那天是破了的 那是否 是否在低位打货 要看你那一只是否在低位 如果你买的那些是腾讯美团 你就会说 不可以在低位打货 你这一只其实不是在低位 但是 它起码破完这个底 之后 其实它破了二月的底 它很快就有到十月的 那还有一些险可守的 现在你看到它在三个四毫都能支持 那弹翻跌 那我就不喜欢 我就不喜欢 破了底之后 趁弹走 又留得它趁弹走 那现在这是好的情况 就是如果你这样做 可以高过当时的位置 那有时它破了底之后 不断急别 可能趁弹走的时候 你的价位更低了 所以是一个保险的做法 就是破底是估出讯号 不过你譬如那天收穿之后 上了一回 那当然就能继续沽毛 那现在呢 你就可以用这个 十五号的低位 你用三个四毫就用自己的位 那就可以 但是你说 现在你看到整个 就要小心走势会不会转弯 因为十月拉下来 拉下来 你看到有一个形成 一顶低了一顶 拉下来 就变成了下降跪在那裡 那阿芯就说 哇 1910好业绩 业绩好 就头也不回 那落到什么位置才可以买 它很多时候都是很急 看看 它很多时候都是走得很急 尤其是有几间这些外企 在港湖上市的外国消费品公司 不包括1913 973和1910 很多时候出完业绩都会突然急彈 那它前天彈了 那现在呢 一标就标上来 究竟有什么位置可以入呢 现在就应该是 应该是適宜去等下先了 它出完业绩之后 其实我看到一些行业绩有些上条有些下条 所以这个看法就很两极 那我们看看它的业绩 去年纯利1430万美元 比起上一个年度 上一个年度就是亏损12.78亿美元 12.78亿美元 那规则转型 其实就真的很好 起码可以扭 起码在疫情未过去 未正式过去的时候 它可以扭到规 那麦格里就发了个报告 就说 虽然新秀例可能会因为 俄乌战士和中国封城 带来一些短期的不利因素 但是由于旅行需求 复苏趋势应该会继续 都比个跑赢大肆的评级 那管理层就预期 年22年第一季的营业额 和2019年相比就下降25-27% 那如果这样计算 就不算很好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说 我们看业绩会和前一期 比如和上年比 但是因为这几年有一个疫情因素 所以变成要和2019年未大爆 因为2019年新冠病毒 但当时未大爆 那和2019年比 就是一个合适的情况 那你见到很多 上次说有空出说 说MS职举报告 其实他们对比起2019的业绩 是还有双位数的增长的 那当然因为新秀例 始终是一个出行产品 那如果你重游到这个情况 那似乎大家预期 2年就未是 对比疫情前 就未可以回复增长 那对比2019年预期 今年第一季 对比2019年的同期 是应该仍然是 是下降25至27% 那当然就因为都未真正是全球去通关 那当然我们展望 展望一下 今年可不可以解决到这个问题 以后明年 因为这件事情 都真是很难预计的 大家一直在说 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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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么久都还未解决到 但是它有一个好的情况 就是第一 刚才那个业绩 它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可以扭到規 規转型 以及它中间都出来说过很多次 其实它们自己的现金流 是很强劲的 没有财政的问题 因为这个情况 或者你看到现在 大家身边看到的例子 都会是 这个环境是难捱的 那问题是 你够不够 够不够一个流动资金 去应付到 或者捱过到这个关 所以 其实这期 就是小商户那些 就真的难捱一些了 那我们又可以看它 整个长的 trend 但是它其实都不是 2020年的疫情才开始下跌的 其实它一直下跌了很久 反而那时候 就开始有一个见底 这个不看得太远 那究竟已经有什么可以买呢 现在它 如果你看回走势 其实应该是由 11月 开始 一个弯弯向下 这里拉到一条 比较慢的下降跪出来 所以这个位置 所以你这个位置 就非常适合 那如果它 除非它破了前顶 破18.16 才可以扭转 如果不是 其实它是一个 震荡向下的格局 就未打破的 那所以这里 你等它有机会 转强先 会比较好些 那如果你说 基本上就是 究竟几次才可以真正解决 这个疫情方面的问题 Joy就说 2318 55.4有货 业绩不好 还保持不保持呢 这期呢 除了业绩之外 平保在内房债务危机里面 那它也有份 就是被杀了一份 跌了一份 那现在呢 它也不是说 出完 它不是出完 这个数字才跌的 它本身是在跌的 其中一个就是 就是 债务那边的问题 金融的机构方面 那它现在的业绩算是 大致上就 大致上算是一个 基本符合预期 那样 因为它的规模的 营运利润 同比增长是6% 那全面股息 每股2.38 同比增长8% 算是那个预期 那 那规模淨利润 就同比下降28% 那降幅就比预期多了一点 第四季度呢 它就对华夏幸福相关的 那些投资增提减值呢 就准备了70亿的 那它就算是 就算是做了这一方面的 那个的撥比 新业务价值同比下降23% 那就 这个就不一样了 那但整体来说 就未必说很 未必说很 驚喜驚客 那其实基本上 只是那个业接受 但是它本身已经是 在2月下来 和那期 年头呢 那是炒这些板块 又炒交释周期 又炒中资金融 那样 其实全部板块都炒了上去 而开始2月下来 其实全部都打破了那些 橫行底 那你评估来说 这个橫行底 应该是50元 50元 又是 那它是一个破银底的形势 其实是在 跌到最低的那天 18000元 那天 就破了底 那样是破底 看看你会不会去 去处理 其实它只是 那天的反弹力度 不算很强劲 但是 总算是 现在站起来 找底 你就用这个 做防售 46.3毫半 那 跟刚才的 中国电力 如果你看过 你看过图 就是跟刚才的 中国电力一样的 那 就是破了底 之后 虽然想回来 但是 怎样才是 好确认它是 完成整固 其实是要 破 破了区间顶 才是 4.72 2318 其实当然 远一点 因为 它 下来 已经很急 那这个叫做 大帝 刚才那个 其实如果你说 真的开始向下 是破第一个支持 就是 其实破了 64.13 已经在开始 在向下 那 虽然上回 但是 未算是重拾 但 叫做反弹了一点 2331 2331 好不好入 那 Ruby 就说 哎呀 我想 我就 不会 我就 不太 会建议 或者 如果你上入 都可以 参考其他 因为 其实它是一个 超跌的反弹 我不建议 超跌反弹 那 其实呢 如果你问 那些 一开张图 就已经不用问 了 首先 我们看看 它现在 现在 有出了业绩 很多公司 有出了业绩 它 又是全年 的业绩 营业 营收 达到225.72亿 的民币 同比增长 是56% 淨利润 是40.11亿 同比增长 136% 那 是不是很好的数 其实 我觉得它的 增长 其实是 挺 强劲的 的确是 但是如果你说 现在 这一期 这样下跌 那下跌什么呢 首先 其一 就是 资金面 资金流出 还有就是 大家的 整个串 大家风险为立 都收缩 如果它计算 这个 它有75倍 其实 还是很高的水平 其实它 一向都高 我觉得 那 之前 其实过八倍 那现在 是否叫做 低一点呢 其实75倍 你以一个 本 中国的服装品牌来说 其实超级高 你 好像 人家 你之前过八倍 其实你高到人家 科技股 很夸张 但是 这个就看 有没有资金 继续去炒 你高 高股借 你是觉得太贵 但是 如果一个 的交易 其实你还是 继续上 就是 我虽然觉得太贵 但是 有得炒 就炒 这样的想法 可以这样做 但是 如果它向下破了 那就不好了 现在在向下破的情况 还有 前几天 都有消息 但是 其实没有什么影响到它 前几天消息 就是 它有产品在美国被扣查 但是 那天反而是弹 因为 其实是因为跟巿 巿那天是超卖反弹 而且 李宁之前已经跌了 所以 有些反弹 所以 如果你问我 因为 我的方法就是这样 就是 不会选择超跌反弹 如果你真的喜欢拼搏 你先放回防守 就是48.6 就是 DL的底 然后 是 316 好没有追 这个 就是 这些 就是 如果我想 入市 或者选择港股 那 这个其实是其中一个选择 首先 你的板块上 先拌一下 首先 你的板块上 都是一些 现在 强的 以及 配合 现时 那个局势发展 因为 前段 开始 开战的时候 亦都 去 炒回这些 相关的股份 航运股份 又炒回了 他们打黑海过 也在打 令到一些 運费也上升 那 他 未来 都会 出业职 3月25日 准备出的 他是港股 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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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少有的 这样 升得 那么漂亮的 一个 长细 强势的股份 前段 就是破了 大约到50天前 有支持 到 现在 网络接收得很麻烦 他的股份 出来了 他就 震了一下 但是很快 上回来 上回来 再破顶 更加確定 破顶是看228.4 突破了 其实这个16日 已经突破了 你今天再不再追 都 他又不算 跌得太远了 很多时候 比较好的情况 就是 破顶那天 或者你看完 確定收穩 突破之后 那天 可能昨天见十字星 就不要追着 所以 都可以 你可以现在 先进 也行 等他会不会有机会 回回 也行 但是防守 也是一样 就是200.8 或者你分量 也行 最重要 是看着防守 例如 你破了底 最好先走 尤其是市场 不算很好的时候 200.8 做指示位 然后 原来 也超市 我们看看 恒生市所 先跌幅 都收集了 跌225 到21,275 暂时 如果市场 要买上 我觉得 不是很适当的时候 买上 买下 我们节目时间到这里 待会 中午再跟大家提示 拜拜